上午10时许,习近平乘车来到空军某基地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亲切接见驻甘肃部队不失职以上领导档部和团级单位主观 习近平同大家合影留面 作战指挥中心内,官兵们紧张有序工作着 立正 主义统治,激励作战指挥中心正在值班,请指示 按计划进行 是 习近平来到这里查看值班席位 听取有关介绍,详细了解战备值班和训练情况 习近平通过视频查看了基地有关部队 现在官兵生活啊,工作啊什么怎么样 报告主席,近年来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基层建设,大力推进冰心工程,山上条件有了很大改善 目前各项保障能够满足各种条件下战备生活需要,报告完毕 你们是一个老典型,长期啊,生活在工作在这样的一个高海拔的地区啊,长年的这个承担这个战备值班任务,实属不易 也希望你们发扬传统,保持本色,锤炼过硬的能力素质 发扬好千里眼的作用 为维护国家的空防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 感谢主席关怀,我们一定牢记使命,不负众多,请主席放心,敬礼 某运输搜救团在加强战备训练的同时,连续三十多年执行飞波造林任务 执行这个飞波造林任务都到哪些地区啊? 报告主席,国团先后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贵州、四川等七省区 一般三十多个县市执行飞波任务,总面积超过两千六百万亩 非常好,坚持飞波造林呢,三十多年,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为祖国的绿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飞波,我有深切的体会,很重要,很必要 意义呢,也是非常重大的 我也希望你们牢记人民军队根本宗旨 在加强战备训练的同时呢 继续地支援国家的这个经济建设 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感谢主席关怀 我们一定牢记嘱托终胜旅行使命任务 请主席放心 随后,习近平听取基地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加强组织领导,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主题教育要注重实效 克服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习近平强调 要狠抓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和经常性管理工作 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纯洁巩固 确保部队安全稳定 各级要满腔热忱 为官兵排油解难 减轻基层负担 与其量的参加活动 您可以摔西连高度集中 表示配方深标凡 不可的话 就是参加活动 相当维度集中 可属空的一段 可属 小话 介绍 小话 调 forcément 我不能 宪 是 小话 总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